今年的韓國在二十一號來結束 二十二號上後 贏了全國的國中社會的開校 為了了解後方的紅葉措施 和小朋友開校的狀況 市長為了二十二號上後 特別來到中西區的學生國社食餐 會中意義和立馬學校的學生拍照好 也特別到教學裡面 古板簡單的優種精彈 市長表示 除了紅環無限避暗的夜情以外 因為輕小手和刮水暗 也讓其他的傳染白發生率有後來講解 我想今年已經不是第一年 我們面臨疫情 開始做一些防疫措施的整備 所以大家不管是教育單位 衛生單位、環保單位 他們都已經相對的比較駕輕就熟 這個部分很謝謝教育局、衛生局 對於這個同學戴口罩 還有勤洗手 做好防疫措施的這個要求 也謝謝環保局協助學校 來整理校園周邊的這個環境 那麼我想說從去年109年 我們因為疫情開始 一直一路下來的一個防疫措施以來 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不僅是COVID-19我們守得不錯 事實上其他的傳染性疾病 包括腸病毒、流感、還有一般性的呼吸道疾病 事實上的發生率都大為降低 因為現在都在缺水的狀況 所以如何在缺水程中可以做好勤洗手的出席 也是夠救命能力的目標值 今天開學日市長非常關心 那我們也會再檢視一下學校在防疫工作方面的準備度 包括環境的清潔另外蠻重要的 勤洗手的那些步驟 那因為是在這個汗就是一起要抗汗的這個階段 所以洗手我們也要希望能夠節水 不能因為缺水然後都不洗手 其實這兩個中間是可以取得平衡的 洗手還是要 但是我們洗手也要注意到怎麼樣來節水 所以今天我們一起來了解 來看看學校對於學生的一個教學的情況 我想一起來守護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這個防疫一定可以做得非常的到位 教會又提醒 將對開學後好好的國防疫措施 需要家長來配合 也希望家長可以主動關心兒子的健康 可以留學學生拍賣更賣最可 並非不好好看醫生的結果 好好跟家長共同來分享 共同修好大家的健康 但是問郭博以拆放不得